總統一位 總統一位 我覺得 我很喜歡有愛的謝謝 謝謝 謝謝 來玩這邊 我覺得 我很喜歡用來一看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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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位嗎 有安排就對了 會安排 有安排就好 對 我老三嘛 誰啊 怎麼大家眼睛都這樣 我那天會拿這樣 那怎麼還會 教孩子勇敢愛 因為我們 因為女兒喜歡BTS 然後呢 因為她喜歡裡面的甜舊果 然後呢 她就說她其實很喜歡甜舊果的東西 是因為她覺得她表演 很會表演 然後很有舞台魅力 然後很有 私底下她很有想法 然後呢 她會有一點點壞壞 有一點叛逆的感覺 因為果果是在裡面 在裡面 BTS裡面 她算是身上有些刺青啊 穿耳洞啊 然後 公司規定你不能怎麼樣 她就會去挑戰 她說她覺得果果這樣很帥 對 她說她喜歡這樣 我說欸那你這樣一講 其實你喜歡她 你爸嘛 你爸也是屬於這種類型 又有點壞壞的 好像有點叛逆 有點愛玩 對年輕的時候 對 然後她就開始跟我分享說 她自己喜歡的類型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就跟她說 那你男朋友就是也會選這種類型的嗎 她就很成熟的跟我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是男朋友她不會選這個類型 這是她欣賞喜歡 她就是帥男生 可是如果真的要交往 她會選一個對她好的 然後是 會讓她開心的 她喜歡很聰明的 幽默的 那我就覺得她這樣子還蠻成熟的 她會知道說 原來她喜歡欣賞的 跟真正要交往的 那是不同類型的 對這一點我就覺得 那我女兒這點還蠻成熟的 對 我覺得 剛剛為什麼眼球閃爍了一下 你在想什麼呢 我覺得 我覺得交朋友很好 對 但是不一定局限於男友 因為我覺得其實談戀愛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在學習怎麼跟異性相處 對 因為在求學階段的時候 你大部分家長都會覺得異性 他就是一個 一個盡量你不要去接觸的 包括男同學可能都覺得不好 對 那我覺得其實如果到了高中 我會建議他其實多跟異性交往 因為這樣你反而你會更了解異性 當你真的要去選擇一個 愛你的人 你比較能夠 世人會比較清楚一點 我覺得我們的小孩 對於異性的相處比較 比較不別扭 原因是因為我們小學開始 他們讀的就是魂靈的學校 然後一直到現在也是 所以他們老師其實 對於這種異性 你看像我們那個年代 都還會說 那個男女受受不輕 然後中間要畫一條線 我講這故事給我女兒聽 我女兒就說為什麼要這樣 好奇怪 因為他們從小是 會有很多的社交活動 然後會有團體活動 老師都是希望男生 一定要跟女生是一組的 讓他們去合作跟相處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於跟異性 成為朋友這件事情 是非常健康的心態 好可惡 對於是 那麼可惡 沒有視野 對於是 我們下次見 就會改變 去小孩 你們下次見